今天希望,當然第一個這個資料我是把它放雲端上 你可以自己把它Copy貼過來就可以了 OK,如果這個資料是放在這邊 OK,你就選取Ctrl-C 然後Ctrl-V貼過去就可以了,在第三頁的地方 那第一個呢,把資料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產生一個所謂的直條圖 像這個地方底下這個直條圖 那這個直條圖有幾個特徵 當然第一個啦 它的那個 水平的部分呢是X X的話呢是什麼,你可以看到這是分墊 也是把這個放在水平的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是Y Y的話呢是放在 垂直的在這裡,有沒有 OK 然後呢另外的話呢,它的那個 上方會需要有一個所謂的標題 一般還有一個所謂的圖例啦 圖例的話呢,但目前這個地方沒有圖例 所以不需要 這個圖例部分 OK 那我們如果假設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該怎麼快速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當然呢 一般我們最早是可以從什麼 所以可以從那個 選取這個範圍 有沒有,然後呢 再 插入所謂的那個 這個圖表 插入圖表裡面 那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最基本的所謂的直條圖 那你會發現直條圖 一般就是這個所謂的群組直條圖啦 這個直條圖一按,它就馬上幫你把 圖給 畫出來了 不過畫出來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還缺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點擊 直接點擊 你會幫它預覽 按一下 幾乎該有的都有 只是說差別需要可以把它的位置 把它移到 我們需要放的地方去 這樣就OK了 那 只是說呢 上方這個名稱 這個部分可能還是 要再把它做個 變更 比如上面我希望 把它改成什麼 根據那個我們這邊各分店的業績 有沒有 目前是銷售嘛 那我就把它改成各 分 店 業績 OK 那另外字的大小它也可以調整 比如預設它這邊是14嘛 如果你要再更大一點 比如說18好了 有沒有 字的顏色也可以變更 諸如此類的 那假如說 你以後呢 有個需求就是 你每天都要做這個圖表 或者說你有大量的同樣的 資料 都要做 同樣的這個動作的話 那當然理論上 盡量還是不要 圖法鏈感 因為圖法鏈感一定會做不完 或者沒有效率 你需要大量的產生 直條圖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而且 直條圖產生呢 還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你還需要把它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放的位置 還有呢 你希望調整它固定的大小 位置跟大小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 其實錄製聚集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錄製聚集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幫你錄製什麼 你的那個位置 跟大小 我發現 即便把它調整 調整位置 錄製的時候 它不會幫你產生對應的程式 所以這個地方假設你用 完全都用錄製聚集 有些地方還是寫不出來的 那怎麼辦 還是要必須要去查一下 查那個 裡面 到底 如果要移動位置跟 改變它的大小 這個地方可能要 你要看得懂 聚集裡面的VBA程式 自己再去把它修改 OK 那比如說我假設要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所以 在Excel跟Python比較之下 我覺得圖表部分 跟Python比起來 我覺得Excel比較 稍微 貼心一點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讓你自動產生程式 那有些部分不OK的地方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去修改 那怎麼錄製 一樣 我上次有辦法講過 你可以先錄製聚集 然後把剛剛的動作 再重新做過一遍 比如說我錄製聚集 聚集的名稱 也許我就 叫什麼 枝條圖之類的 或者先暫時不改 沒關係 這樣還可以再修改 按確定之後的話 1 選取這個範圍 它會幫你 產生一行程式 Range B2 C9 點Slate 幫你把它選起來 第二個的話 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 直條圖 你就點選 直條圖 OK 然後3的話 更改它的上面名稱 名稱的話 叫 各分店業績 然後把它 點旁邊一下 OK 再來最後 我把它移動 並且調整大小 移動 調整大小 不過你會發現 等一下看一下程式 移動跟調整大小 好 這樣就OK了 其他動作就不要 多做 我們來看 開發人員裡面 停止錄製 你會發現 錄製下來的 東西 它會幫你放在哪裡呢 要不就放Visual Basic 要不就是放劇集裡面 就錄製完的東西 你可以在劇集裡面找 我剛剛有錄製一個叫聚集1的東西 你可以按編輯 有沒有 編輯 那編輯的話 它會跳到什麼 跳到Visual Basic裡面 反正讓你知道 程式在哪裡 編輯程式看一下 那一般習慣是這樣 這個地方 一般是會把上面這個註解拿掉 因為上面這個註解 太干擾了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聚集1呢 你會發現這個名稱 假如你要改 沒關係 你可以叫什麼 叫直條圖好了 或者叫什麼 叫業績直條圖 反正這樣 給它一個名稱 以後的話 錄製完 一樣可以在這邊修改 那再來的話 當然 我們可以 試著runrun看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run它 按delete 重新再run一遍 會不會成功呢 看一下 你會發現一執行 它應該會掛掉了 為什麼哪裡掛掉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馬上 也是你剛剛才錄製的 你什麼事都沒做 它要跑 也跑不了 原因在哪裡 看一下 真錯 你會發現 主要是應該卡在這裡 卡在哪裡呢 叫做ActiveSharp 這個圖表6 有沒有 對我剛剛是多做了 幾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看起來 它這邊的 後面的這個屬性名稱 用拆的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 它一個laps laps指的是我要把它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這個坐標 140應該是這一點 然後呢 Tab的59應該是 從這邊到這邊 這樣59 那laps是從這邊到這邊 所以以這一點 當基準 基準點 向右 140 那Tab的話 意思說向下 向下59 有沒有 所以其實移動到這裡 直接把這一點 移動到這一點 的這個動作 但問題 你會發現它出錯了 為什麼出錯 因為它 不知道 這個東西在哪裡 ActiveSharp 指的是目前的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裡面有一個圖 這個 sharp sharp 這個 後面刮鬍就是它的名稱 那你會發現的圖表6 為什麼不對 其實你會發現因為剛剛 只要你 做一次 它就叫圖表6 那下一次再做的話呢 它應該換個名稱 叫什麼 其實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從常用裡面的那個什麼 選舉窗格 它叫圖表7 有沒有 也就是如果你這個程式假設要正確被執行的話 可能必須 改成圖表7 如果你圖表7 假設這邊改圖表7 我再按F8 看能不能過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就幫我把它 移動 移動 這邊過來了 那 increement 應該什麼 意思應該是說 負 這邊有個負140 應該是這樣 它本來的座標在這邊 對不對 它這樣的過程 應該是從這邊到這邊 負 負的話 指的是 向左移動 140 OK 然後呢 在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不過你想說 老師這樣有點不太合理耶 如果這邊再改7 那如果下一次如果再執行的話 不是要改8 所以永遠改不完耶 那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如果不改7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名稱 指的是 目前它的名稱 那將來會變動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第幾個 如果你今天輸入1的話 表示說呢 你現在的 這一個 工作表裡面的 哪一個圖 因為這個 假設剛好你的工作表很單純 只有一張圖的話 那你用這一個方法也可以喔 也就是這個圖裡面的那 第一個 圖 那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increment type 就是 移動它的 位置 垂直方向 假如說負 負的話是向上 如果像這個喔 如果我不用改7的話 那你用1的話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執行這一行看能不能過 執行 有沒有發現 用1也可以喔 用這樣也可以 不過你當然 直接可以 拆得出來哪個方法應該 對未來再執行這個程式比較好 如果你寫上面這個名稱 那你永遠改不完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可能會變8變9 所以一般習慣啦 乾脆你把它改成1算了 如果你確定說它的順序的話 那你乾脆全部改成1 其實也可以run 然後寬度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也是改成1 有沒有 就是它的哪一個圖啦 那這樣的話呢把它寬度 它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要把 寬度改的話 它也要scale width 這個width 寬 那它後面有個單位 然後呢 我就把它調整 這個把它調整 好 不過你會發現顯然喔 有點麻煩 因為 它光要調整喔 相關的長 關高跟它的位置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多增加這麼多行程式 OK 那其他的話呢還有哪一些部分呢 可以就是說我錄下來東西啊 你會發現我再執行一次 假設所以這樣應該OK了 再執行的話 它就自動畫出來了 只是說你會發現啊 它的位置好像永遠 剛剛 變成說 你現在的位置 你看它又跑過來了 如果在執行的話 那位置會不會又OK 我看一下執行 還是蓋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說這個數字喔 喔 那什麼 因 這個位置可能還是要再變更 這個可能要再調整一下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其他的話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 第一個是什麼 把游標選取這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增加一張圖 所以它用了一個方法 叫做 add 什麼 chart 而且喔 這邊是用2喔 那我之前跟 剛剛跟各位講的 就是 如果你今天的版本 假如不是最新的話 你用addchart2的話 他沒辦法執行 會有相容性問題喔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要相容於 舊版的話 那你可能喔 要用 舊版的寫法 舊版的寫法就是 沒有2啦 OK喔 如果你沒有2的話 那就相容 但如果你有2的話 底下還有哪一些呢 其實基本上 不外乎第一個 用一個方法 增加一張圖 不外乎的話呢 就是給他怎麼 set他的sauce sauce data 有沒有 他的來源 來源的話 意思是說我要從哪個地方 取得資料 那資料的話 就b2到c9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增加那個title OK 增加他的那個標題字啦 另外喔 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看到什麼什麼 點slate 理論上像這樣一行喔 這個都可以刪掉 我把它註解掉 有沒有什麼什麼點slate 其實喔 點slate的 這個動作喔 通常 指的是 滑鼠點選 因為以後程式執行的話 不用 你不用去 特別去點選他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這三行也把它註解掉 註解的話就是 前面加單引號 你會發現喔 再執行會不會成功 有沒有 他並不影響喔 所以一些小訣竅啦 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什麼什麼點slate 其實理論上呢 通通 都可以把它 把它刪除掉 只是說呢 如果你底下會 有一些特殊狀況 可能還是要 特別注意一下 那可是 這樣寫完之後 假如說我要把它改成 VBA的版本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版本喔 在 上禮拜講 第3頁的地方 有一個要直調組2016的喔 這個是我改完的 那改完之後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喔 這個 這個結果應該會是一樣的 那我怎麼做程式修改喔 第一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一樣我是用那個什麼 所謂的Active Chart 2 然後根據他這個地方 一樣的做法 只是後來我發現喔 其實後來查了一下這個 這個Active 這個Active Chart 2 你要按F1 游標放Active Chart 2 你要按F1喔 它會跳出什麼 這個方法的相關說明 那我後來查到了喔 除了說它的樣式 第一個參數是樣式 所以 201是它的樣式 第二個的話是它的Type Type好像也 形態 另外的話就是 它的坐標 坐 跟上 還有寬度跟高度喔 那如果說我假設後面再加它的坐標 它的 寬度跟高度 那我就後面那是 剛剛做那四個動作就可以不需要了喔 可以把它刪掉了 那剩下來的話就解決什麼 解決那個 它的Source部分 有沒有它的DataSource在這個 那我這邊是有加一個 Wiz啦 那Wiz我上禮拜講過啦 其實喔 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如果你假設每個地方開頭 都叫這個名稱 有沒有都叫這個名稱 叫ActiveChar 因為它每個地方開頭呢 都是這個 那如果說你假設喔 你不希望說 每個地方都 開頭是它啊 那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乾脆把它怎麼樣 全部移掉 但是記得要留一個點喔 那前面的話就是加一個Wiz 什麼ActiveChar 意思說我的開頭都是這個啦 然後記得尾巴要加一個 EndWiz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上面的程式 錄製下來的話 經檢層下面的部分的話 大概有幾個地方做修改 第一個 我的程式 在後面加上 四個參數 有沒有本來是長這樣子 本來是它的什麼樣式 然後它哪一種圖 然後點slate 後面加這個 第一個 OK 第二個的話呢 它底下不是有個什麼 就是set 這個什麼呢 SourceData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因為我講過了前面開頭都一樣嘛 所以把它精簡 那再來的話後面有一個什麼 Source冒號等於 這個是參數名稱 如果你有按照順序填寫的話 這個是可以拿掉 所以現在這個不要 所以把它移除掉 再來的話呢 Range後面 它這邊有加一個什麼 工作表 1 這個 驚嘆號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 我們目前就是在自己本身的工作表 除非說你是跨工作表 你這個地方才需要跟大家講說 我的資料在別的工作表 如果是同一個工作表呢 那你就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再跟大家講說哪個工作表 OK 所以我就直接寫這樣 也不需要什麼錢的付款 因為反正就這個範圍也不會跑掉 其他的話呢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 這個has title 不過has title預設好像有啦 所以如果假設預設就有了 這一行其實是可以不要 那我就是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它的 chart的title Test名稱嘛 就這個 其實也是這個啦 底下 還有它fondsize fondsize 其實我有變更 它裡面 好像沒有錄製下來 如果我要把它變更成多少 18的話 OK 像剛好 這個legend 這個是土利 土利預設好像已經沒有 所以這一行其實也可以不用 那這一行 寬度這個可以拿掉了 那假如說 我把上面的層次 精簡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長這樣而已 所以理論上 大概就是只剩下 12345 12345 6行而已啦 OK 那當然了如果 你不要with的話 那可能又更少了 所以其實 假設啦 OK 如果你不用with的話 那其實就是 這上下也不需要 我們來跑跑看 到底有沒有OK 所以我剛剛是增加 這四個 這四個等於是 代表了這四個 這個 就是用這個來取代 然後 其他的話 大概 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看有沒有OK 執行 那我按F8啦 逐航跑 那他怎麼跑啊 第一個他一定會先 add一個chart 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圖 其實他理論上是 畫一個空白的畫布 然後再把圖放進來 那放進來 他就按照我們的樣式 就是 這個我是要 直條圖 所以這個 這兩個 實際上 就 等於是 畫出直條圖啦 按F8 我看一下 F1 我看一下那個 說明 有沒有 他就是先畫出樣式 然後這兩個就樣式 再決定他的座標 跟他的寬跟高 那至於 對應的這個 Style 這個樣式的話 如果你不太知道的話 可以按這個 這裡面有個圖 比如說 2011 2011到底 比如他這個地方 我們有個參數 叫2011 假如說你這個2011 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一下 2011 2011這裡面有沒有 他的樣式 2011 他這裡面 也沒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可能要再找一下 他的對應關係 你們可以 從那個 按F 這個地方 直接可以 假設有些東西 不會的話 如果是去按F1 自己去查一下 這邊會相關說明 OK 那其實有些東西 我是從那個F1 就去查 因為很多同學說 老師你怎麼會知道 你有什麼參考資料 你要買什麼書嗎 其實我覺得 絕大體不用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看官方的說明 只是要花一點時間是真的 要慢慢習慣 像 不管是不是 Excel VBA 其他的 開發也是一樣 經常就是 人家給你個東西 然後呢 官方 也是會提供的說明 你要必須 看懂官方說明 然後底下一樣 就是 針對這個目前的 Active Active 就是目前活動的 Charge Charge的這個圖 然後呢 我提供給他的 Data Source 不過他好像也已經 自動抓到 再給一次 然後呢 上面的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假如要變更成這個名稱 那就是 他的Charge的Title 其實就是他的屬性 點Text 裡面的文字 把這個呢 字換成 這個 OK 然後把它換一下 也馬上換了 字大小 換成這個 18 有沒有 不過可能就有同意說 老師那如果要換顏色怎麼做 其實如果要換顏色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我猜是這樣 應該是Fone的 在這邊再加一行 點Fone的什麼 Color嘛 顏色呢 當然一般習慣用RGB RGB 假如要 紅色的話呢 那就是 255 有沒有 $0.0 $0.0 就是調色盤裡面呢 R就是全部 255最大 然後沒有G沒有B 沒有綠也沒有藍 OK喔 這邊的話如果執行 理論上應該寫這樣應該OK啦 有沒有 按執行 按F8 有沒有 這邊變紅的 所以有些東西啊 是可以同理可責 其他還有像 你還要再換個字型啊 或者是換什麼樣子 其實都差不多同樣的道理啦 所以這樣跑完 應該OK了 所以我們 剛剛主要是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錄製聚集完之後啦 其實可以拿到一些參考 那將來喔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再做一些修改 修改 裡面主要比較大的修改就是 這個東西就變跑到這裡來 其實這樣會比較 比較簡單一些些 但是跟各位講喔 這個版本我特別 在後面加上 2016 意思是什麼 如果你這個版本喔 在2016的版本下 可以跑 但如果你把它拿到 舊版上面喔 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們 假設你們版本比較舊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發生失敗 因為我試過了 一跑 掛掉了 不行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應該在這裡 Add Charge 2 意思是說它不支援2啦 OK 因為 2的話是新的 那所以如果你要改成 舊版相容的話 怎麼辦 OK 那我們要顧慮到所有 不是說只能在新版跑 舊版不能跑 那就糟糕了 所以呢 我又在底下 再增加了一個所謂的 在這裡 在底下 第四頁的地方 用另外一個物件 叫做 ChargeOption.add OK 其實喔 我把這個直接拿來 那其實喔 大概有什麼差別 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大體上都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可以不要 這個底下都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 把上面的本來叫 AddCharge2 用那個叫做 Create Object.add 來取代 OK 然後 另外的話用 SET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當成一個物件 這個的結果變成一個物件 叫做CO 或者如果 如果你不這樣改 我們先執行看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利用這個CO產生的這一個喔 他的 子物件就是Charge Charge 其實就是這個 跟ActiveCharge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啦 那所以呢 底下 頂多是需要多增加一個叫做 他的ChargeType 因為這裡面你會發現喔 他跟 那個 AddCharge2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這個後面喔 這邊是有決定他是 哪一種 圖的樣式 但是這邊沒有 有沒有發現這邊 這邊沒有 這邊只有是坐標 這邊跟這邊一模一樣 所以這兩個沒有 那這兩個沒有怎麼辦呢 那就變成你必須要多一個屬性 就是把這個屬性喔 尤其這個 把它搬到這裡來 就是多一個叫什麼 點ChargeType 等於這個東西 那其他的都一樣 底下的只要上面能做的下面都一樣 我試一下喔 理論上這樣應該OK 執行一下 另外順便講一下 刪除 刪除那個檔喔 假設你要刪除那個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目前的工作表 裡面的Charge1 點Delete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的道理啦 Charge1當然你也可以給名稱 只是那個名稱一直在變化 所以用名稱永遠抓不到 但用第幾個是可以啦 如果你要刪的話也是這樣 你就一直讓他跑 反正呢 他刪完之後你一直刪第1個 一直刪第1個他就可以 如果你裡面有10個的話 最後一樣全部可以刪除 掉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要刪一個 後面會地補過來 2就會變成1的啦 就順序比例1到10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刪掉第1個的話 後面2到9就變成1到 2到10就變成1到9了 他一直地補就對了 所以如果刪除 假設刪一個 這個就刪掉 因為目前就一個 就是目前的 工作表裡面的其中一個Charge 就是圖啦 幫我Delete 然後我來試一下這個版本 2007的版本 你不8好了 這樣看會比較 他大概跟上面差不多 只是說他會多一個動作 他會先增加一個空的 有沒有 沒有畫 那上面是直接就是先樣式 然後再畫 把圖放進來 這個地方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先畫一個空白的 然後呢 再把圖的樣式決定 然後呢 再決定他的來源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去 增加他的Title 然後FoneSize 變更 我這邊是12 我把它趕18好了 18 一樣 再倒車回來 那只是說有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 這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圖粒 圖粒 預設好像這個用 這個char2 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 這個我們用 charOptures 好像有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關掉 那關掉的話 就這一行 叫做 has has has是要 有沒有的意思 has Legend 就是 Legend就是那個 圖粒 要不要 不要的話就把它 把它等於False 所以可能要多增加這個 不要 有沒有 結果不也一模一樣 你說 那如果顏色 假設你要再補上去的話 可不可以 一樣嘛 所以你就是 就這個把它補到這裡 有沒有你就是 把這個顏色再變更 一不一樣 也可以嘛 所以沒什麼差別 那只是說呢 下面這個版本 好處是 它相容於 舊的版本 我是比較推薦用下面的 不然的話你如果用上面的話 你如果給別人用 大概很多人都不能用 因為別人的版本 都不是最新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枝條圖 的繪製方式 來試一下 那待會再來看